那一年 我們這個教練就跟我講 如果沒有拿到第一名 教練 你發現 一切包在我身上 是... 就在那一個冠亞軍爭奪戰的時候 那一顆球剛好飛在我的眼前 這是真實的故事 那你當時在學校 大學的時候 你有幾個女朋友 沒有錯的 還算 能講幾個 但是真正有在一起的只有一個 對 很節省喔 那另外一個是怎麼樣 我還沒有發現我跟他 好像是他覺得 你是哲學系的 帶領我們這個球隊 對 全省巡迴去比賽 但是呢 你要參加全省巡迴 你要台中市要先拿到這個 代表 代表 要冠軍 好 那一年我們這個教練就跟我講 如果沒有拿到第一名 教練 你發現 一切包在我身上 是... 就在那一個冠亞軍爭奪戰的時候 那一顆球剛好飛在我的眼前 你... 我怎麼覺得你在畫厚藍啊 這是真實的故事 我還是跟以前一樣 他也不想哭啊 跳著一個最高的高點 擺出一個很帥的姿勢 是準備給你一個自勝的分數 是 但是我...完了 怎麼了 全在打 出去 出界 因為那一球輸掉 所以你就一跳下來就 好啦 解散了喔 台球隊輸了 可是我被挖腳 挖到別的石鍋角 不是 還沒 我被田徑隊的教練挖腳 所以你不只解散了球隊 你還去解散田徑隊就對了 不是 我去田徑隊呢 我去田徑隊幹嘛 因為那個田徑隊教練 看我殺球的力量很大 雖然常常... 背力很強 雖然常常奧賽 他就說你過來 你來推籤球 籤球奧賽最好 那個...這樣 對 籤球是越遠越好 然後呢 然後我在這個籤球的比賽呢 就拿到不錯的成績 是... 可是 就在決賽的時候 就來 一個比小康還要壯 還要胖 還要高的人 他就白雲喔 類似... 類似白雲龍翔那種 小學生長這樣 小學喔 他...我跟他在冠亞軍的時候 不是 我們這個節目 真的只有一個小孩 對 好... 好啦 他每次講話要停很久 你知道嗎 不是 我講故事 你們要求節奏 我要求品味 好 品味 我趕快牽球然後你 好啦 那不要跳過去 不用...牽球去 我們還是要知道 你不能講話一塊不講耶 這個白雲龍翔來了 結果呢 結果... 結果你知道嗎 我一在這個推出去之後 後來量成績的時候 我在那個... 那個... 白線以內 不是 我在... 太爛了 我在他的後面距離0.5公分 第二名 然後又解散了天津隊 不是 我就蹲在那裡哭 然後解散的排球隊 來偷看我比賽 跑來跟我講 他跑來跟我講 比賽 如果只是在短短的幾秒鐘 就決定勝負 那真的是沒有意思 但是 真正的勝利 是你以後的... 真正的勝利是你的 什麼... 你是位在哪裡 以為你想起來了嗎 想什麼 他已經忘了這個字了 那學弟 學弟 學弟 我是真的有很多... 性 追求性 對 但是其實 我收到了那些追求性 反而我比較... 我比較沒有回應 我反而會去追求 我自己喜歡的對象 所以你不喜歡被追 喜歡追別人就對了 對 但是我往往是追的時候 沒有成功 那喜歡你的那些人 他們寫給你的信內容 大部分是什麼 都很簡單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 民工純樸 對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 沒有所謂的電腦 沒有E-mail 也沒有MSN那時候 好可惜喔 所以那時候... 那個子是很有感情的 有沒有那種比較激烈的行為 有些... 我有說過血書耶 嚇死我了 對啊 全部都用那個... 有血的血嗎 對啊 我其實為什麼... 其實我一直很怕男生 因為我以前都被男孩子嚇壞了 我好像國中的時候吧 可是因為小學畢業照拍得漂亮 國中生就會去看你知道嗎 就會看哪個學校的女生 什麼漂亮 然後就是也是寫那種恐嚇信啊 說你不出來跟我見面 就怎樣...那很恐嚇 趙哥 怎麼寫這種信啊 沒有啊 我怎麼會寫這種信 就像他們這種偶像歌手 應該也有那種瘋狂的女... 女粉絲 其實都還好 都寫得很溫柔 對 就譬如說就是... 我怎麼都遇到... 我要甜片你的全身黃瓶 其實沒那麼複雜 就是... 不管是學長或是同學 不是... 我是說... 反正我寫的是學長 或是說同學 那我講學弟你很驚訝 原來是學長 我是說性的內容啦 女生寫的 人家稱你學長 或同學 就是譬如說你的歌聲很好聽 你很帥啊什麼之類 想跟你認識 想跟你做朋友 大概是這樣 都做朋友 那你當時在學校 大學的時候 你有幾個女朋友 我教過的 我剛剛講英文嗎 他不能回答 大概 不成功的不算 當然... 應該有... 三個吧 不是...兩個 兩個... 幾個都盡不得不會吧 沒有 他盤算 能講幾個 真正有在一起的只有一個 對 很節省喔 那另外一個是怎麼樣 我還沒有發現我跟他 好像是他覺得 是不是 你是哲學系的 對 平原哥你也保護你自己 保護得太好了吧 沒有...是真的... 其實很... 那時候滿真的 滿純真的 我那時候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真的很單純 因為我沒有其他的時間 我那時候很忙耶 你幹嘛呢 對啊 我四點下課 然後我六點就... 六點到七點就一個民歌餐廳 是... 八點到九點就一個西餐廳 Piano Bar 九點到半夜一點 是夜總會彈吉他 夜總會 對啊 所以我怎麼約會 那個時候你還有練田徑嗎 有 就是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拿到那個 中部五線式的三鐵冠軍 是那個... 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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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為什麼我會對吉他 投入那麼深 就是有一次 我為了要升大學 我們大家坐一下 這段時間有一點時間 沒有太長 如果太長我就略過 不會... 為了升大學 可以保送 我一定要拿到冠軍 我才能保送 吉他可以保送 不是 因為那時候千球鐵餅 我的成績都不錯 標槍如果在冠軍的話 就有機會了 對 有一次在練習標槍的時候 我還是跟以前一樣 跑出最快的速度 用最美的角度丟出去 本來都可以看到 飄了五十公尺以外的落地 很漂亮 可是那一次 當我丟出去的時候 怎麼在我三公尺面前掉下來 完了 怎麼了 我發現 我的那個韌帶啊 就像橡皮筋拉斷一樣 韌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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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噴口水 韌帶拉傷 拉到橡皮筋拉開一樣的感覺 那時候不要說標槍千球拿不起來 我連書包都拿不起來 唯一可以拿得起來的就是 戲 Pick 不是 彈吉他的Pick Pick 所以我把我所有的滿願的心情 都放在吉他上面 你是最近要出書的 是 對